增长这边呢 这个出现了整体的上涨 对吧 我觉得这个原因呢 至少有两个 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在股市里头呢 它本来就是市场的两只腿当中的一只 对吧 一只呢 是偏向赛大股这边的 是叫成长股 这个主题投资的 另外一边呢 就是今年的市场呢 它是政策发力里头 有一部分呢 是发在逆向上面 发在稳增长当中 那么机构也好 油资也好 普通老百姓也好 确实有些资金呢 是参与这个方向的投资的 那么参与这个方向的投资呢 在今年的走势当中呢 它跟市场的整体表现 它基本上是反向的 多数情况之下反向 少段的时间呢 是同向 那反向的地方体现在哪呢 一个是在年初 市场单边下跌的时候呢 它很抗跌 它时不时的活跃 第二一个呢 是市场呢 在年初下跌 已经形成趋势 场内已经踩踏 已经恐慌的时候呢 它成为避风港 它反而呢 有局部的操作 而且呢 还炒得比较出彩 这是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市场呢 出现恐慌性杀跌 一路的单边往下走的时候 它是受到资金的追捧的 它是逆势走强的 比如说呢 在四月底 市场呢 处在最惨烈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阶段性的小高潮 它在它的波段走势里头呢 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其中一些强势的品种呢 还创出历史新高 我们不去找那些很边缘的 就油资呢 参与的 我们就算像保利啊 中国建筑啊 这些呢 都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是创出历史新高的 对吧 那么紧跟着呢 到四月底 这个反弹开始 特别是呢 五月份反弹的比较顺利 紧接着呢 再到六月份 再到国 又站在舞台中心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稳增长的方向呢 它确实是退潮 降温 被变化的 所以呢 从节奏来讲呢 它跟大盘的节奏 在这个阶段里头呢 是反向的 是反向的 那么这种反向呢 就导致了今天 它的表现会促使市场内部呢 进一步的分裂 本来它就是带有反向的 这种信号 所以呢 在赛大股调整的时候呢 它这边又出现走强 那么它就会使得反向的信号 释放的更加充分一点 那么因为呢 机构呢 它也是呢 有不同的投资方向的 所以呢 它同样的是有 上面呢 争一下这个业绩的 这种要求了 所以呢 你看像 这个保利这些 这两天呢 也是稍有一点动作的 对吧 因为它毕竟 是某些基金公司的 十大重仓股之一呢 像保利 所以呢 它是有机构 增理一下排名的因素 又有厂内 不同的投资环境 资金在选择上面 它这个差异 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背景 另外一个背景呢 有可能确实是跟 万科 昨天呢 开股东大会 郁亮 还有呢 这个 助纪会生他们出来 所给出来的信息 对市场的偏好和关注度 形成了影响 我觉得这个呢 也可能是今天 这个板块走强 很重要的原因 首先呢 是万科 生鲜事主 对吧 今天 这个涨幅呢 还是挺凌厉的 还是挺凌厉的 那么从基本面的因素来讲呢 预量所提供的这个判断 市场肯定要重视了 它判断呢 就是在六月份这个数据上面 出现了触底 这个触底呢 我的解读呢 是环比改善 五月份的时候呢 其实是惨不忍睹的 五月份同比呢 还有50%的下降 这个呢 远远超预期 这个在祖九生的那个话里头 也能够呢 感受到 就是万科呢 对这轮房地上的危机 有预感 有布局 有应对 但是呢 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那对祖九生 这样的 就虽然万科有准备 有方案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从我们的